親民黨主席宋楚瑜一手提拔的前內政部長李鴻源 對於老長官可能參選2016總統大選 李鴻源上午受訪時說 只要他需要幫忙一定會提供專業的協助 不過他也是國民黨員 到底要支持洪秀柱還是宋楚瑜 聽到這個問題李鴻源先說 這個我要想一下 然後又接著說 其實也不會很為難啦 親民黨主席宋楚瑜是否要參選總統 備受矚目 現在外傳8月6號就會正式對外宣布 和宋主席交情匪淺的子弟兵 前內政部長李鴻源全力相挺 對國民黨的選情當然是有影響吧 但是我覺得宋先生是一個 這個非常老練幹練 也有經驗的政治家 他今天決定要站出來 我相信一定有他的道理吧 我在他身上也學了很多很多東西 所以這專業上我一定會協助他 曾受到宋楚瑜提拔 學者出身的李鴻源 對老長官還是很念舊 強調總統大選不該只談政治議題 民生教育問題才是主軸 你永遠在談那些什麼一中同表 一中課表 我覺得那個當然很重要 但是年輕人 我們所有人關心的是每天的柴米油鹽 暗評偶秀柱只談一中同表沒異議 社會國民黨員要支持誰 李鴻源不為難 但宋楚瑜若參選國卿合作 可能就沒有機會 如果宣布參選的話 沒有所謂國卿什麼分裂的問題 因為宋主席對於國民黨 這部分十幾年來已經仁智義盡了 甚至於說這段時間一再呼籲說 是不是應該要切割馬英九 金武聰這個體制 言下質疑合作似乎是不可能了 藍營對內搞不定 對外還要面臨泛藍分裂 帶來的衝擊 國民黨2016腹背受敵 玉丁TV 錢志平 彭環心 台北報導 藍營 年齡